44、《文匯報》 《烏法萬事區備營奔客》 2015年7月9日邀文 A05香港《文匯報》信 記者葛聰烏法報道 金磚國家領導人回吾和賞合組織領導人峰會 當地時間9日、10日即將在俄羅斯烏法正式揭幕 據估算,烏法在峰會期間將席代來自各國的約一萬名奔客 其中包括三千餘名各國官方代表團成員和全球億千名記者 據悉,為了成功舉辦者兩個重要會議 烏法準備了兩年之久 期間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 改造了機場、議會綱及建設了七座現代化賓館 目前,烏法一切已準備就緒 我方頭十四億辦峰會烏法坐落在白河縣岸 距離俄羅斯首都莫斯科爾東一千四百多公里 是巴什科爾托斯坦共和國首府 歷史上,烏法是1574年沙皇伊凡四世、伊凡雷帝 下令建立的一座要塞 目前,烏法是俄羅斯第十二大城市 全國重要的煉油、石油化工、機械工業和軍工中心 以及巴什科爾托斯坦共和國最重要的工業 經濟、科學、宗教及文化中心 為舉辦此次峰會 烏法已準備了兩年之久 據報導,我方共投入了105億努報 約14.2億港元 其中,俄羅斯中央政府為峰會撥款25億努報 約3.4億港元 共和國政府撥款20億努報 約2.7億港元 另外60億努報 約8.1億港元 為私人投資 議會江市即將舉行上海合作組織峰會 及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的主會場 位於烏法著名的尤拉野夫紀念碑後則 百何之濱 記者現場看道 會以江為藍綠色玻璃外牆建築 玻璃外牆上繪有巴什基爾族傳統裝飾圖案 新聞中心提供免費餐飲此次烏法峰會志願 人者報名工作空前熱烈,共收到一萬多份報名申請 其中多數來自中國、伊朗、土耳其和非洲 一些國家在烏法高校的留學生 最終只有五百人會獲選為志願者 另有三百人後備 我方十分重視此次峰會的新聞報道工作 在議會江前的廣場為此次峰會專門搭建了大型新聞中心 該新聞中心佔地8500平方米 裏面有250多個備有電腦、電話和有線互聯網插座的辦公位置 所有記者均將享受全天後免費餐飲服務 中心佔地8500平方